不如你再再揮揮手吧 已经刷登记证准备案件 听到媒体喊话再回头揮手之意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 14号现身淘机 率领国民党成员前往厦门 参加海峡论坛 您怎么看都委会的会 我想过去这么多年来 就是民进党放火 国民党在救火 比起往年有没有人跟您反映说 今年遇到的反战比较多 好像有一些立法委员有听说 是被私下的沟通 除了连胜文 早就表态将与会的云林县长张立善 也按照原计划 订了14号晚上7点多的航班 前往厦门 陆委会在张立善行前最后一刻 仍旧喊话 我没有说过 我们在地方政府参与这样的统战活动 是不乐见的 他说被动不能带来和平 那我想我们今天海峡论坛 其实行之多年 已经是第16届了 那我想这个时候 我们透过对话互相了解 那我想我们是透过对话 而不是隔空喊话 也不是以评误悔的难 针对海峡论坛 陆委会也向民间喊话 是呼吁台湾的各界 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也奉劝民众不要配合中共的统战操弄 对此与会的台经也做出评论 我觉得多一些友善 多一些善意 多一些了解 就会消除彼此之间很多的成见 统不统战的这个部分 是一个政治议题的部分 然后两岸这种海峡清潔论坛的话 本来就存在是一种民间交流的部分 那边要顾肚子 总要有经济的活水 所以这种民间交流的东西 它不统战的部分 海峡论坛谁出席 人多少都能掀起两岸官方角力 陆方声称这次论坛 台湾相关各界有7000人参加 陆委会主委邱锤正则表示 以今夏航班和小三通流量来看 国人附陆参加论坛人数 应该比往年还少 TVBS新闻林明珍 陈旭 林志伟 厦门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